文字幕志愿者 第164条 及第165条条文修正草案 还有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因为我们这次加日事件法的修正 是因为要因应民法 增定议定监护制度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 因为我们排定的这个顺序 先后是先 第一案是加日事件法 第二案才是民法 但是我们今天先进行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协商 然后再来 接续来协商加日事件法 大家没有意义 我们就现在就先进行民法 好不好 协商民法及法治委员 协商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报告并案审查 行政院司法院 行情审议 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及委员吴玉琴等 20人拟据民法亲属编 增定条文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以上二案 前于108年3月20日 经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并案审查 既通过第三节节名及十条条文 并决议院会讨论前 需交由党团协商 现在进行协商 我们先请机关代表 先请司法院女秘书长来做说明 主管是法务部老号 请法务部陈市长 主席各位委员 那感谢主席及各位委员 在今年的3月20号 已经就民法部份条文修正草案 就是有关于 最重要是针对成人的一定监护 这些部分呢 已经服务审查通过 那当时为了等待司法院 对于家事事件法做配套的处理 所以才保留协商 那随着我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呢 增加 所以对议定监护制度呢 是有必要来做立法 那这一次法务部呢 邀请各机关来做 协商也邀请了这个民间代表 来表示一见 那我们是希望 在各位委员 在主席与各位委员的协助之下 让我们这个民法议定监护的制度 能够早日完成立法 谢谢 谢谢 请问各位 对于民法部分条文的修正照审查会 通过的 这个通过的条文 有没有意见 好 没有意见 我们就 我们就做以下结论 民法第14条 还有增定第三节节名 第1113条之2 第1113条之3 第1113条之4 第1113条之5 第1113条之6 第1113条之7 第1113条之8 第111113条之10 第1113条之10 条文 军造审查会 现在那个红尔 红尔雅委员正对1113之4 他提出了一个修正 第1113条之1 第1113条之1 第1113条之4 有修正意见 司法院有看到这个再修正条文吗 那是不是请你们直接解释好了 弹书的部分 本来我们是 原刑委的条文是 议定监护 契约以宰明 那这边是 把它改成 契约为宰明 开具财产清策之人 法院 就是反正就是 弹书这些情况的话 法院得一職权指定之 这样是不是可以去弥补 当初我们决议条文 这个部分的不足 是不是 你们看一下条文好不好 法务部还是司法院 法务部 法务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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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修正之后的具体的效果是什么 不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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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办法法不法再看啊 这位你看完之后你你绝对会有什么效果 就是说呃原来的决议条文是说 呃原您的原来的条文是说 为载名 议令监护契约没有载名嘛 载名会同开具财产清澈之人 或者说所载名之人显不立本人利益 那你现在是感觉说不符合本人最佳利益 或者显有不适任 也就是说法院要去认定 不是他的最佳利益 虽然说可能是符合他的利益 但是还有更好的 是这样吗 这个具体的实例会是什么 不是已经通过的吗 等一下看一下 资料 他这边是把当初我们决议的条文 议定监护契约若有载名 要会同开具财产清澈之人者 法院就要因契约所定者指定之啦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法院得一职权指定之 那现在是说把前面这个指定的拿掉 这个是 可能看一下试用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个我修改的部分其实只是把那个 就是文具把它弄得精简一点 就原来就是原来决议的条文是 就是说在中间那里就是 议定监护契约以赞名会同开具财产清澈之人者 那法院应依契约所定之 所定者指定之 那这里呢我们就把它改成 就是直接写 说同时依契约指定会同开具财产清澈之人 但契约未载名开具清澈之人 有事实主任 就是把这个整个文具把它弄得精简而已啦 在实质上没有影响 有有有有有有 现在是在比这两个嘛 原决议版本 对对对对 在实质上的影响啊 实质上有影响啊 实质上是他删除了那个法院啊 就以载名的人 如果认为显不利于本人 法院也可以另行裁定 把这个删掉 就是法院必须完全接受所载名之人啦 他不能对所载名之人 再去行审酌说他是否 原来的决议条文是说 议定监护契约为载名会同开具财产清澈之人 或者载名之人显不利 所以 但是他现在修正是说 有事实主任载名之人 所以他还是对于载名之人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不指定啊 就是说还是可以另外换人啊 法院的职权比较大 比较大 对 就完全不是 法院不是完全受这个议定监护契约的整个拘束了 但是在原决议条文 第一项的最后那边 所载名之人显不利本人利益 法院得意 也是也有啊 对对对 不一样的是 有事实主任啦 增加了这个必须要有 主任为 不利本人的事实啦 有事实主任比较严格 比较严格吗 比较有一个 显不利 比较 比较能排除恣意啦 哪一个标准比较高 来我们请民主长 这个标准就是建立在 有事实 非最佳利益 标准 问题是这个操作啊 比较困难啦 好 也就是说法官要去比较 对啊 他所有的利益 哪一个是最有利的 那法官事实上他怎么去比较 对 这个他 就是说 他明显是不利的 不是 是不利啊 这个比较好 实际上比较有可能嘛 你 我要去跟谁比较 你叫法官去跟谁比较 这个跟 跟 各位报告 他这个议定 议定契约啊 基本上他也是一种契约啦 契约 自有原则 是一个契约普遍的原则 所以法院呢 对于当事人的 契约尽量不要去干涉或调整啦 所以在原来 决议的条文里面是显不利 那为了保护这个人 那法院才出手啦 而不是说你定了契约法案 还帮你平一平啊 哪边是最好的 这样这两边的差别在这里 在契约自由原则下应该 原决议的条文比较符合 议定契约的本质 法案只有在明显不利 他才出手去处理 司官院接法务部门线 我们也认为说原决议条文 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而且原决议条文啊 那个淡书啊 淡书说讲是指后段 前面有句号吗 一个就是监护人嘛 一个是后面的议定监护人 这个财产契约之人 指定的部分啦 所以我们这个淡书 针对后段那个部分来淡书 那淡书的话呢 如果有议定契约 原来的结议条文是 未宰明开启财产契约之人 或显不利益的话呢 这个要认定刚才 民主长提过 要认定会比较容易啦 也比较好认定 那现在改过了以后呢 变成改说 没有开启财产清测 一个是有事实主任 不符合本能最大历 那什么叫不符合 就恐怕在实务上面会有困难 还有显不适任的情势 那这个范围呢 又很难界定 所以是不是用原来 结议的条文呢 同时原来结议条文呢 也是参考 一位委员当时所提案的啦 就把它写更清楚 前面说 原来删掉的部分呢 说议定契约以载名 现在应该尊重契约 这个本来就是说 刚才密书长也提到说 企业是主言者 所以表彰说 原来尊重你的企业 但是你一个企业中 后面有这个 没有载名的 或是显然不利 不利于本人 那这个呢 华院就有着定的前线 介入的前线 这样应该是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我同意耶 他们那个行政器官 我知道 企业那这个 宣任东宇 您是不是就不坚持好不好 请司法院表示一下意见吗 讲过了 刚刚讲过了 司法院表示支持原决议条文 因为在契约自由原则下 利益的衡量 利益衡量要尊重契约当事人 法院只有在很明显的 违背了这个公益 或者是他的利益的时候 才出手去调整 所以原决议的条文是显不利的时候 法院才可以插手 比较符合企业制的原则 好谢谢 好那我就再跟各位宣布一下这个协商结论 第14条 增定第三条 第三节结明 第1113条之二 第1113条之三 第1113条之四 第1113条之五 第1113条之六 第1113条之七 第1113条之八 第1113条之九 第1113条之十 条文均照审查会 审查结果通过 好我们接下来 对不起 进行这个 加事事件法第164条 及第165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问各位对 照这个审查会 通过条文 通过有没有意见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做以下 结论的宣告 加事事件法第164条 第165条均照审查会 审查结果通过 好协商会议 这个结束 好谢谢各位 请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就签名 上会 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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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会